《解身密经》 这部经我们在佛学院里面学过经论的人应该是不卖胜利 这是唯师中非常重要的一部经 我本人自从学习《欲切实体论》之后 对这部经的欢喜心日渐的增长 现在有机会由长照法师的发动 我很欢喜地来学习这部经 但是由于时间的问题 是选了其中的一切法相品 选这一品来和各位共同地学习 我现在先介绍这部经的题目的大意 《解身密经》 这是这部经的总题 倒是很容易解释 《解》就是解释 《深》就是圣身 《密》就是秘密 《解释》这部经的深意就是秘密 这部经其中是指神们说《深密你》 就是这一部经里边主要是介绍 《深密�하기进法师》 《深密你》 《深密你》 就是这个三字性说的 叫做深密 这个深对浅说的 这个三字性就是深 浅指什么说呢 浅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 虚妄分别的境界 都是浅的 我们的阳耳鼻舌深意 在舍生相违处上需要分别 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 我们如果不学习佛法的话 我们不知道从这里误入三字性 不知道这件事 现在释迦牟尼佛的大慈悲 宣扬这部经 宣扬三字性 是深深的 超过一切戏论境界 超越一切戏论境界 所以叫做深 这个秘密这句话怎么讲呢 秘密就是我们这个心意识的需要分别 所不能分别 就叫做秘密 这要得无声发言以上的大菩萨 他成就了无分别的智慧 才能证悟三字性 那就叫做秘密 结深密 这部经 我们学习这部经 我们就能通达圣意地 所以叫做结深密 是这样意思 这是第一个解释 我们再介绍第二个解释 我们将来解释 是单独地说三字性 如果全面地说呢 就是教行礼国 教行或者是教礼行国 这个我们全面的佛法 释迦牟尼佛是用语言文字 在我们这个世界说法 用语言文字来介绍 那就叫做教 语言文字里边呢 告诉我们佛法的道理 佛法的道理在 在结深密经来说呢 是三字性 但是全面的佛教来说呢 就是二地 一个圣意地 一个世俗地 这个世俗地啊 是分两部分 一个部分 是我们不学习佛法的人 我们在生死里面流转 获叶苦的流转 这是世俗地的境界 学习佛法的佛教徒呢 我们回转过来 由戒定会误入圣意地 这个由戒定会的学习这个时期 这也是世俗地 但是是属于清静地 我们在霍叶苦的流转 是属于炎污地 这个炎污和清静 这两部分 属于世俗地 但是佛教徒 由戒定会的学习 误入了圣意地呢 那就不是世俗地了 那么分这么两部分 那么这叫做离 教离 这是这两个字的意思 行国 这个行 我们要是学习 不管是学习维师的道理也好 学习宗观的道理也好 就是戒定会 能这样用功修行 那么这是行 教离行国 由行而得圣道 那么小乘佛法就是得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大乘佛法 得无声发言 就是实地菩萨 乃之道 无上菩提 就是教离行国 教离行国 我将才说也包括小乘 也包括大乘在里面 现在解身秘经 是属于大乘的教离行国 所以是深秘 那么这是第二个解释 这个解身秘经 经这个字翻到印度话叫苏丹兰 翻到中国话翻个气经 翻个气经这个字 这个气经这个字要按照世间的学者的解释 是个常的意思 常就是不变的意思 就是佛法的道理 从古至今 这个道理是不变异的 实在是有变异 但是佛法的真理是不变异的 所以叫做常 是这样意思 但是十分律上的翻译 你翻个线 苏丹兰翻到中国话翻个线 这个翻个线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用花来供佛 但是有人发现 用线把花连贯起来 它不失落 风吹它不会失落 佛的大智慧 为我们说法的时候 它要预先观察两件事 一个是观察众生的根性 要为它宣扬什么样的法才合适 那么在法这一方面 佛的大智慧预先 禅定里面做如实观 为这个时候说的解释秘经 那个时候说华严经 那个时候说阿含经 还是说博尔经 一个法门 一个法门的 这个用适当的法门 这是佛的大智慧境界 所以叫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叫观察众生的根性 这根性和法门是相起应的 这两件事 要能利益一切众生 这是佛的大慈悲 但怎么样才利益呢 是要阻止一个 适当的法门来利益众生 在这两方面来说 都像花似的 佛说的法门像花似的 这是奢侈所应该为众生 宣扬的法门叫做花 遥移无量众生 这叫做现 这个现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这是这个解释秘经 简单就是解释完了 其次再解释这一品的题目 就是一切法相品 一切法相品 一切是广大的意思 广伯的意思 不是一部分 是包裹一切的佛法在内 所以叫做一切 一切法相品 一切是广播的意思 这个法这个字怎么讲呢 这个法这个字 是一个能持的意思 受持的持 能持 能够印持不失掉的意思 每一样的事物 它本身的体相作用 它都不失掉 那么就叫做吃 奢侈的意思 比如说是这个房子 我们居住的一个房子 它有它的体相作用 我们昨天这个房子 有这个体相 它有这个作用 今天还是有这个体相 还是有这个作用 我们需要 我们一致的需要 我们有这个需要 我们就要造房子 为我们所用 房子有这样的意思 其他的一切法也是 所以这个桌子 它也有它的体相 有它的作用 它也不失掉 它的体相作用 它能持 能够奢侈它本身的体相 不失掉 所以要是持 它有这样的 奢侈的作用 使令我们对于它有印识 我一看 这个是房子 我一看这个是桌子 这个是插杯 这个是水 这个是火 每一样是 它都有奢侈它的体相的作用 使令我们对于它有印识 那就叫做法 这个法字是这样意思 现在说一切法 在这个 在解释密经里边 一切法相品里边 就是说的是 遍迹所知相 以它起相 原成事相 说这三种相 所以这三种相呢 是包裹了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相 包括这个 所以叫做一切法相品 第一个是遍迹所知相 第一个是遍迹所知相 这个是按照我们 遍迹得圣道的人 内心的需要分别的指导说的 这个江采说了 就是 佛陀观察世出世间的一切法 给它分一个分类 分成三类 一类是遍迹所知 一类是一塌起 一类是原成事 是盐污地清净地 是凡夫圣因地 一切的法相 都包裹在这三种相里边 所以叫做一切法相品 这一切法相品呢 现在我简单地解释一下 就是 这个遍迹所知相 江采我们曾经提过 云有凡圣的差别 凡夫和圣因 有什么不同呢 凡夫不同于圣因的地方 就是执着 无论什么事情都执着 那么这句话实在来说 我们凡夫不太明白 什么叫做执着 我不太明白 你说我有贪心呢 我还明白 你说我有称心呢 我还明白 但说我执着这句话 我不明白 我们读这个《金刚经》的时候 翻说有相 这是虚妄 要见诸相飞相 即见如来 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 然后我们反省自己 我们就会明白 我们什么叫做执着 应该从这一段文里面 印识我们对于眼前的境界 有所执着 应该知道这件事 其次《金刚经》说 一切有为法 如梦缓抛影 如路以如电 经作如是观 我们读这几句话 我们也应该觉悟到 我们有执着 有执着的 我们佛教徒 有对佛教徒 有一点道心 还肯用功修行 感觉到 从什么地方 自己感觉到自己有修行 我没有什么贪心 我没有贪心 我也没有称心 你骂我 我心里不生气 我就感觉自己有修行了 但是你可知道 你还在执着中 你还有执着的 我们阳采说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缓抛影 这几句话的含义 就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的当前的 严而彼此身衣 所证相外出发的境界 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如幻如画的 都是如梦中静 如水中月的 不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心里怎么想 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我们因为是真实的 那就叫做执着 不知道是如幻如画的 这个我们从经论上 看见佛菩萨 叫我们运功修行 我们可能会知道 但是也可能还不知道 叫我们不要有贪心 叫我们不要有称心 是的 怎么样来断这个贪心 怎么样来断这个称心 告诉你就是不知着 你要观察言而彼此身衣 是任先为出发 如梦中静 如水中月 是毕竟空的 这样才能断出贪心 才能断出称心的 如果你要继续的 执着都是真实的 你的贪心称心是断不掉的 你还会继续的有烦恼的 所以要从修止观 从修小圣道断烦恼这件事来看 你要从不执着从这个地方下手 你才能断烦恼 才能得圣道 所以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应该注意这个地方 现在说这个边境所值这个地方 就是特别的把这个执着这件事归为一类 执着这件事归为一类 就是边际所值 普遍的都执着 你骂我我执着 你赞他妈也执着 我没有修行 当然是执着 修行书也是执着 你也是执着 边际所值 普遍的是执着的 所以这个地方在维持的经论里边 它这样分类 就是单独在你执着这个地方 归为一类 就是执着 遍地所值 普遍地执着 普遍地执着 那么这是一种 但是这里边还有些微妙 我们现在先不讲 我们再说这个第二种 叫一他起 一他起 一他起自行 一他起自行 是指什么说的呢 指着一切因缘所生法 一切的因缘所生法 都叫做一他起 一他起 但是在维持的经论上 特别地指出来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一念心 言诗耳诗彼诗 舌诗 身诗 意诗 莫诺诗 阿赖耶诗 主要是我们的心 一切法由心献起的 是由心献起的 所以华严经上说 一切为心照 是特别地说出来 心是一切法的根源 但是 维持里面说的非常维系了 说到阿赖耶诗的种子 阿赖耶诗的种子 生现形 变现一些法的 但是种子怎么会来 怎么会有种子呢 就是我们心的分别 你心一分别的时候 就熏成种子了 熏成种子了 但是有可能很快的 就生现形 也可能很慢的 这个事情 也看你自己怎么样努力 完全都是自己造的 不能怨天由淫的 你能生天也是你 你成佛也是你自己 不言的话没有这件事 那么这是一塌起 第三个呢 是圆成师 圆满成就真实 这个真实是什么说的呢 就是破除去一塌起 观一切法的真实相 那叫做圆成师 你怎么能够破除去遍迹指呢 要观这一塌起 都是虚妄的 就是毕竟空气的 见着圆成师的就成佛了 就可以得圣道了 所以是我们在一塌起这上 虚妄分别 也至少你就是凡夫境界 如果你在一塌起这上 观遍迹指都是毕竟空气的 道圆成师的 那么你就是 你就成佛了 你就是圣恶 不能一开始就成佛 先得无声法言 而后逐渐的修行 到最后成功 才得无上附地 所以这个三自性的分类 以一塌起为中心 我们普遍的执着 就是生死凡夫 破除一切执着 误入圆成师 你就是圣者 就是涅槃了 就成佛了 那么这是 一切法相品里面的大义 就是说这三件事 说这三件事 还有一段义应该还没有说 什么说呢 我们在没有修行圣道的时候 就算是我们相信佛法了 我们心里还是需要分别的时候 我们的执着是普遍的 不是一少部分 我们看见佛了也执着 我们拜佛也执着 读经也执着 所有的境界都执着 所以叫做一切法 一切法相品 不是一部分 我们执着 这个一塌起 一塌起也是一切法 留在生死也是一塌起 你得涅槃也是一塌起 也是一切法 要是你得了圣道 一切都是诸法诗相 都是佛境界 所以也是一切法相 所以这一品的名字叫做一切法相品 不管是遍极值也好 一塌起也好 圆城市也好 都是一切法相 包括一切法相的 但是到里边的解释 那是非常微细的 我们到里边的时候我们再解释 一切法相品 一品 这个品这个字 品则类 一类相同的 算是一品 一类相同的 具为一段 叫做一品 好 现在这一品呢 主要就开始我们 什么叫做三字星 什么叫做遍极值相 什么叫做遍极值相 什么叫做一塌起相 什么叫做圆城市相 那开始我们这件事 这个我江才曾经提过 我们汉文佛教 我们知道啊 多数 不管是天台中灵 是华眼中灵 是什么中灵 多数 也很久了 不是今天了 就是念阿弥陀佛 都是用这个法门 到阿弥陀佛国去 这个法门当然是很好 虽然是很好啊 可是也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我感觉到 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啊 欢喜学义佛法的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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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关系呢 想要得圣道 想要到佛世界 不容易 也不容易去 为什么道理呢 你不欢迎学义佛法 你对佛法的认识 就不及格 对佛法的认识不及格 你对佛法的认识不及格 就是你的智慧不够啊 你能令你心不颠倒 一心不乱吗 因为我们读阿弥陀经的时候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两个条件 一个一心不乱 你念阿弥陀佛 要一日乃至要七日 要一心不乱 这件事能做得到吧 第二个条件 你心不颠倒 要心不颠倒 你要这两个条件能成功了 你 你临命中的时候 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阿弥陀佛放光结音 那可以往上阿弥陀佛 我看多数也办不到 多数你一心不乱也办不到 一心不乱就算是办到 心不颠倒不容易 你不容易办得到 你不容易 但是要学习经论 学习经论想要 不用这个方法 你不用这个 念阿弥陀佛 这个 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个方法 不用这个方法 你修止观 修止观 修止观是什么 也是一样 也是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修止就是一心不乱 修观就是心不颠倒 也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要比 念阿弥陀佛名号 那个比较严一点 严一点 念阿弥陀佛名号 那个方法比较宽 宽 我今天念 今天念议 念几十相也可以 不念也可以 多数 不要说在家居士 就是初见多数也是这样的 我自己愿意注目彭 我自己愿意注目彭 我愿意用功就用功 那我不用功就不用功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呢 你很难 当然你要精进是可以 但是一个人多数恐怕不精进 有的时候精进 有的时候精进 有的时候不精进了 你想往上阿弥陀佛国 不容易 不容易的 要是你肯修止观 它这个法门 你非要特别用功才行 那你要能够办得到 能够一心不乱 能够心不颠倒 那往上阿弥陀佛国是可以的 可以的 是能往上的 我再多说几句 我们读这个慧远大师的传 这个净途中的出主 我们称慧远大师 庐山慧远大师是出主 我们读他的传 我们不敢讲他是念阿弥陀佛名号的 没有这个敢讲 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啊 称他为净途中的出主呢 你有什么理由这么说呢 你要读他的传 会知道的 他出家的时候啊 是听这个道安法师讲这个 《道行伯尔经》出家的 不是听讲《阿弥陀经》出家的 不是 他是听这个道行伯尔 就是《小品伯尔》 诸姆罗斯法师翻那个《小品伯尔经》 是诗卷 听那个《大安法师》讲的时候 他是一个我们称会员法师 是中国的哲学家也可以 也可以这么讲啊 但是听了这个《伯尔经》以后 用禅宗的话应该说他开悟了 他这个弃舍了 世间上的事情 他就出家了 出家这样的人 他念佛的时候是念阿弥陀明号吗 那上面又说 他读这个《伯尔三昧经》 我们伯尔三昧还是修止观的啊 伯尔三昧啊 不是只是念阿弥陀明号 不是啊 他再生的时候 他不是临命中的时候 再生的时候 三次入定 见阿弥陀佛 见阿弥陀佛的 不过他说的不详细 见阿弥陀佛又怎么情形 没多说 我们读这个《摄大成论》的时候 得到一个消息 我读《摄大成论》的时候有个消息 有什么消息啊 就是你接近得无声发音的时候 你在禅定里边会见到佛 会见到佛的 那当然这个时候 当然你愿意见文殊佛舍也是可以 见文殊佛舍 见到普贤佛舍 见观世音佛舍 见米里佛舍都可以 那么这是在得圣道之前 得圣道的时候 当然是见佛了 当然是见佛的 也是见佛的 这个《摄大成论》上 他说的不含糊 不是就这么一说 他说出了个奋积来 说出什么事情啊 就是你在 当然这个是佛教徒 当然这个人是修止观的 他是静坐修止的时候 这个止最低限度要到位到地定 到位到地定 到这个程度 如果你在预计定 那是不及格的 一定是超越了预计定 到了位到地定 但他不只是修圣摩托的定 他在子里边有批布舍诺的观 有智慧的观照 就是有般若的智慧 就有观的 这个时候 你才能见到佛菩萨 等到是德国圣发言得圣道的时候 当然就佛菩萨见面了 佛菩萨为他印证 做印证的 是这样子 我说你得圣道了 你有什么理由你说你得圣道了 不是自己需要分别 是见到佛菩萨 佛菩萨为他说法 印证这件事 是那样子 现在我们看这个 会员法师的传 他三次入定 见到阿弥陀佛放大光灵 那是什么事情 反正我现在是推测的话 由于他听《道安法师》的《道行般若经》 他通达地义地了 他常常的修止观 所以他达到这个境界来 所以见到阿弥陀佛 他怨生阿弥陀佛国 所以就见到阿弥陀佛 应该是这么境界 那见到三次那是什么意思 有可能是德无声发音了 有可能是那样 他和吉姆罗斯法师通信 吉姆罗斯法师曾经把他自己用功的次第 他去告诉霍元大师 霍元大师自己也是写了一封信给吉姆罗斯法师 那这个信现在还是在 看那个信 知道什么事情 知道他明白道次第 知道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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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修道 修效圣道的次第 我们不欢喜学习经论的人 你知道什么叫道次第吗 现在我们输给正传 不欢喜学习经论的人 不可能明白什么叫道次第 就是学习经论呢 你也未必知道 你也未必知道道次第 但是要学习欲切词得论呢 很容易明白道次第 很容易明白什么叫道次第 说话要小心一点 不容易有口过 我们读他其他的经论呢 他也是都是圣道 只要是经论都是圣道 圣道呢 他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的时候 他是看当时的情形 应该这么讲 应该那么讲 是那样的 《阿弥陀经》 他讲的是这样的 《大本的无量寿经》 他是另外一个讲法 不同 不一样 我们读经阿经 你看那也是那样 他就是这么讲 那么讲 他就是应激说法 但是也是契离 契集也是契离 那这都是佛的智慧境界 但是你要读读 这样的经论读多了呢 你就会会合起来 就知道道次第是什么事 他就说出来了 但是我们要学习欲切诗的论 米莱菩萨呢 他也是和释迦牟尼佛一样 他也是应激说法 但是也是能弃离 我想米莱菩萨深深的明白佛法在衰落的时候 佛教徒是什么面目完全明白的 完全知道 所以他说衰落的时候佛教徒是什么面目 不欢喜学习佛法 学习一点就好了 不愿意读学 那么辛苦干什么呢 就这样子 那么米莱菩萨为了利益这样的众生 他就在这一部《欲学时代论》里面 完全地告诉你这个道次第 从始至终一样一样都告诉你 但这一部论一百件不容易 就是选多 太多了 一百件还选多 那么我将来这一段话 这算是题外的话 但是我可是要讲这一段话的 这是一切法相品 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证文 儿时得本菩萨摩佛沙白佛言世尊 如世尊说于主法相善巧菩萨 于主法相善巧菩萨者 其何名为余主法相善巧菩萨 如来其何事射彼为余主法相善巧菩萨 如来其何事射彼为余主法相善巧菩萨 恩TERJI之상 insane 你是遗他其自性 依他其自性 圆成都是自性 请问这个 这个地方分两大课 第一课是菩萨请问 第二课是如来正答 佛正是回答这个问题 菩萨请问又分两颗 第一颗是举所问教 第二颗一教发问 第一颗是举所问的教 尔师德本菩萨摸上白佛言 这个时候 这位菩萨对佛有所请问 这个德本就是德 德的根本 德这个字 要是按我们佛教徒 初开始栽培善根 那叫做德 那么就是戒定慧 初开始按我们凡夫的佛教徒 初开始要注意的就是戒定慧 那么这个戒定慧 初开始它的根本 根本那就是一个实在 就是一个福德 一个智慧 要做这件事 那么这个六波罗密 前五波罗密就是福 那么波尔波罗密就是智慧 那么我们能这样学习六波罗密 自己用功修行 用这个来摇育众生 都算是栽培善根 那就是德本 那这位菩萨应该是已经得了圣道的 大菩萨境界 他应该是久远接来就已经这样成功了的人 菩萨摩哈沙 菩萨摩哈沙 我们简直就不讲了 白佛言就是对佛禀告说 世尊 如世尊说 与主法相善巧菩萨 这句话是举所问教 所谓所谓的问题 与主法相善巧菩萨 就是这位菩萨 他能通达主法相 就是这么句话 这个善巧菩萨 这个善巧是表示智慧 有巧妙的智慧 叫善巧菩萨 诸法相呢 是菩萨所观察的境界 这个所观察的境界 我刚才也简单地说过 我们未得圣道的人 我们没有智慧 只有执着 虚妄分别 对这个境界是虚妄分别 分别的也不这么急 也不是太明了 麻麻糊糊糊的就算是明白吧 现在这位菩萨 善巧菩萨 他是已经成功了的圣人 所以他与主法相 是有智慧的观察的 所以主法相是他所观察的境界 善巧菩萨是指能观察的人 那么这个主法相 也就是我们将才简单解释的 便亦所知之性 依他起之性 原成实之性 对于就是他能善巧地 观察一切法相 观察三次性 这就是所提出来的问题 想要请问这个问题 余主法相 善巧菩萨者 其何名为余主法相 善巧菩萨者 下一篇 余主法相 善巧菩萨者 这句话 又重新地 把所提出来的问题 又标出来 有这么一句话 其何名为余主法相 善巧菩萨 这个其何名为 就是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说 这位菩萨能善巧通达 善之性了 到什么程度 可以称之为善巧菩萨 你能通达善之性了 就是这么一句话 这是 其何名为余主法相 善巧菩萨 如来其何 诗色 彼为余主法相 善巧菩萨 我们看上去 好像这两句话 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这个大菩萨 他们说话都是有意思的 不会说废话的 所以这个应该这么解释 就是前边是说 义 前边 其何名为余主法相 善巧菩萨 就是提出这个义 下边这句话 如来其何诗色 彼为余主法相 善巧菩萨 是能全之教 一个教和义的不同 这么样分别 这两句话的差别 说是 德本菩萨 德本菩萨说完了这句话以后 尔师师尊告德本菩萨 在下边就是佛陀回答 回答这个菩萨的问题 回答这里边又分成两颗 第一颗是赞问许说 第二颗是对问正说 第一颗是赞问许说 就是赞叹 德本菩萨提出这个问题 问得好 就是赞叹他 然后同意为他解答这个问题 赞问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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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份三颗 第一颗是标问答者 尔师师尊告德本菩萨 这个时候 师尊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德本是提出问题的 把这两个问者 答者都标出来 下面第二颗 赞问友谊 又分两颗 第一颗赞问深意 赞叹德本 如今来能请问如来 如是深意 这是赞问深意 佛陀你说赞叹 赞叹你问得好 然后招呼他的名字 德本 如今来能请问如来 如是深意 你今天 你的程度 才能问这个深意 这个深意不是随便能提出问题 提出问题 你能提出这个问题 逐渐你的程度很高 这样意思 下边赞问友谊 如今唯欲利益安乐 无量众生 如今唯欲利益 这是佛对德本部师说 说你现在为了要利益安乐无量众生 你才提出这个问题的 这个安乐 这是我们所欢喜的问题 欢喜的事情 我们身体也安乐 心也安乐 这是我们欢喜的 谁欢喜苦恼呢 谁欢喜安乐 安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利益来的 我们要是栽培善根 做种种功德 然后我们才能得到安乐的果报 利益是因 安乐是果 就是你想要劝一切因天 劝一切众生 能够修种种功德的利益 然后得安乐的果报 这不是少数的人 对无量众生 爱闽世间基督天人 世间上的基督天人 多数是不相信佛法 就算是有的人相信佛法 诸天也相信佛法 但是多数在娱乐里边 沉溺在娱乐的境界里面 不肯在佛法里面用功 不肯 你现在发爱闽心 爱闽世间上的基督天人 阿修罗等 把阿修罗也放在内 阿修罗翻到中国话 翻那个不端正 就是阿修罗也有男女 也是欲界的众生 也有男也有女 阿修罗女端正 阿修罗的男人不端正 他们这一世界的众生是这样的 阿修罗也和银有点不同 他们的福报可能会 有福的银多 有福的阿修罗多 没有福的可能少 但是他们的高卖心很大 这个斗争的心很强 愿意同意斗争这个事情 为令怀德 毅力安乐 故发思问 前一句 如今为利物安乐 无量众生 这是总说的 下边是别说 世间上的诸天人阿修罗等 为令这些苦恼的天人阿修罗等 得到利益安乐 故发思问 所以你发起这样的问题 如应地听 五单微如说诸法相 这是佛陀次听许说 我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不要打妄想 你要是注意的听 五单微如说诸法相 我现在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说这一切法相的道理 我现在其实有个妄想 我刚才说这一段话 各位不要误会 不是说我反对念佛 我不是你反对念佛 我是顾虑 你念阿弥陀佛念的不够程度 你往上阿弥陀佛没成功 怕这件事 所以你要能够修止观 你常常静坐 静坐的时候 使令自己的妄念停下来 叫他一心不乱 你能够成就波尔波罗密 心不颠倒 那么你就可能会有把握地 往生阿弥陀佛 会这样子 我希望能这样子 能有把握地往生阿弥陀佛 不是反对念佛 不要误会 其中一件事 我们心里面散乱 我们自己可能会容易硬死 我心里面能一心不乱 我自己知道 但是你心里颠倒 你不容易知道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怎么样回答 我说一个举一个例子 我在温哥华讲经的时候 有人写个字条给我 他是在家居士 有儿有女的 他也念阿弥陀佛的 他也领导别念佛的 也还可以讲阿弥陀经的 他自己这么讲 他感觉到很满意 但是忽然间有了不满意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的儿女有病啊 医生治不好的时候 他佛就不能念了 佛也不能念了 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都能讲阿弥陀经 我还能领导别的人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我的儿女有病 医生不能治的时候 我其实就不能念佛了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现在江泰的我这一段话就是回答 你藏在颠倒中 你不知道 你只知道你念阿弥陀佛 但是你不知道你在颠倒中念佛 你不知道 这样的人 你灵命中能往生吗 我看不能 我看不能往生 所以我们现在愿意往生阿弥陀佛 你先要反省 你现在是不是在颠倒中念佛 要知道 要知道这件事 所以你不妨念阿弥陀经也好 但是你要念念解释秘经都好 念解释秘经也好 念摩赫波尔波罗密经也好 读一读玉学世界论也好 读一读大致的论也好 这样子 你就知道你在颠倒中了 你就会知道 在颠倒中 你想办法要对峙这件事 不要再颠倒里面 那怎么对峙你 你常常要静坐修止观的 我们只念阿弥陀佛 你念这个六个字 或是念四个字念的时候 你这里面 只是凭一个念 有一个意念的念 里面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你没有智慧的时候 所以你在颠倒中 你不知道是颠倒 不知道 你要念摩赫波尔波罗密经 那里面有智慧 有智慧的时候 你念佛的时候有智慧 那时候 那就不是慈明念佛 不是 可能和慧然法师念佛差不多 你就念诸法识相 没有念佛 我们读经阿经 如来这诸法如意 你这样念佛 他说不是念佛名号 是念诸法识相了 这里面有智慧 有智慧 那他就心不颠倒 不要说是我们读阿弥陀经的时候 那上文上是说 那临命中的时候也就心不颠倒 那临命中的时候也就心不颠倒 这是什么境界 比如说我们现在睡着觉了 没有做梦 我们也是无分别 那是智吗 不是的 那是糊涂 糊涂的境界 不是 地水火风是无情物 只观的时候 修止也不是智慧 修止是定 修观的时候是智慧 但是你初开始的时候 定是定 会是智慧 它们两个不能拥合在一起 不能的 要是你常常修止 常常修观 达到进步 恐怕要超过未到地定 超过未到地定 这时候你心里面能够无分别 能够无分别 这是能到这个无分别的境界 但是还不能说无分别就是智 你还需要继续的修观 修这个修观的时候 修观的时候 还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修观 但是没有智慧落 没有智慧落 你得定了以后 你得到预计定 没有智慧落 未到地定是开始有智慧落 但是这个时候还要进一步 修观的时候得到智慧落 再向上 再向前进步 有可能无分别而是智 而是智的 我们也根本不修止观 哪里有无分别智 没有这回事 平常生活里面 我们在颠倒里面生活 我自己都不知道颠倒 你说能求生阿弥陀佛古 那么容易啊 我不容易 我们读阿弥陀经的时候 只是注意啊 一心不乱啊 忘记了他还有一句话 心不颠倒啊 那你能不能往生是靠不住的 也不是决定了不往生 也可能往生 但是不一定 不一定的 所以啊 你读阿弥陀经 要注意这句话 他还有个心不颠倒 那么怎么样才能令我们不颠倒 但是阿弥陀经他没说 他说一心不乱 我们可能容易明白 心不颠倒 我看我们自己不懂 江泰说那个句子 他还能讲阿弥陀经的 但是他在颠倒里面 他自己不知道 我们要读阿弥陀斯基论 跟米莱陀的妖啊 或者是读摩哈布尔波罗密经 这个时候啊 有可能你会知道 什么叫做颠倒 你要肯努力 也能对峙这个颠倒 令他心不颠倒 不是说灵命忠实才不颠倒 就是日常生活 心要不要颠倒 常这样做 那个时候你就会无分别而是智 才达到这个境界 这个佛寨师的时候 很多的出家的法师 在家的居士 很多人得圣道 我们现在看见这个话 好像也无动于衷 得圣道就得圣道吧 但是我们现在谁得圣道了 我看我们现在得圣道的人呢 我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得圣道 一千个一千个都没得圣道 一万个里面可能有一个 但是我们对这件事不在乎 没得圣道不在乎 我们不介意这件事 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 可能各位比我先知道 佛学院的学生开始减少 开始扫 想要招生了 扫 来愿意到佛学院来学义佛法的扫 就是初见也扫 原来是女众不见扫 现在女众也见扫 也见扫 男众很早就见扫了 很早就是为数少 现在女众也见扫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在想 就是我们懈怠 我们弘扬佛法不及格 弘扬佛法不及格 我们现在因为这个问题在哪里 无所谓 我要不学义佛法无所谓 这是个问题 这是不是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 如果是 我们现在应该知道 不是说我落了法 穿上出家衣服 受了戒 就是出家人 你这个想法就是颠倒 我们不认识什么是佛法 这是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 我不认识什么是佛法 我不明白佛法 无所谓 没有关系 这就是颠倒 你认识佛法和不认识佛法 这是两回事 是不同的 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佛法 那我们有事情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佛教徒的态度 如果你不懂得 如果你不懂得佛法的时候 有事情的时候 你用什么来决定 我说我是出家人 我应该有什么态度做这件事 你知道吗 我看不知道 我看不知道 你刚才说 佛学院里面这个消息 不管我是 其实和你有关系 其实全面的佛教 统统都有关系 不是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说是这个应该我们现在应该知道现在佛法的到什么程度了 佛教在世界上流行到了什么程度 就是到了灭亡的边缘了 应该是这么说 第一个消息 所有的佛教徒没有人得圣道 这就是一个佛法灭亡的边缘 现在的数量也减少了 又更严重了 要知道这件事 你也知道的 你要知道的 这个 我们到什么时候停下来 八点半 八点半 现在超过八点半了 好了 那我们就停下来 好 好 好 我